玉里卓乐派出所5月初接获了转报着西山 有登山客腿部骨折无法行走 派出所获报之后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 在蜿蜒崎岖的山区把受伤的登山客给平安背下山了 这群山警们他们平常只要看到山区有相关需要帮忙的地方 都会义不容辞的来帮忙 山地义勇警察团队也成了玉里警分局的最大帮手 和派出所共同来守护山区的治安以及卫民服务工作 绿分局卓乐派出所在5月初接获转报着西山 有登山客腿部骨折而无法行走 派出所获报之后立即联络山警林奇辉 并且也马上放下手边工作赶往事故现场救援 在蜿蜒崎岖山区将受伤的登山客平安背下山来送医治疗 山警不仅仅把山友平安的背下山之外 平常只要看到山区相关需要协助的 也都会义不容辞的来帮忙 山地义警警察团队也成为了玉里奔局最大的帮手 与派出所共同守护山区的治安以及卫民服务的工作 义务保护上下工作配合我们执行山难搜救 在5月3号时在卓西山发生的一件山难 在他的体力背负负责下安全的平安下山 本所非常感谢他的努力 玉芬局表示山难救助方面也时常能够看见山警的身影 为了减少民众伤亡奋力达成使命 未来将持续透过各地区的山警弟兄们来协助 配合警察推动社区治安工作 共同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记者高双双 卓西采访报道